国大党前副主席丹斯里巴拉克里斯南父子 涉嫌向水利灌溉局虚报总值达到1300万令吉的大型水箱开销 今早分别在吉隆坡两个法庭被控贪污 父子俩都不认罪 法官允许两人个别以50万令吉或同等价值的土地 以及在两名担保人的担保下保释 法庭也预令被告交出物诏 控状指63岁的巴拉和31岁的儿子亚瑟古马 在2012年4月27号至2013年10月23号 向水利灌溉局虚报358个价值近1300万令吉 用来重组水源项目的大型水箱开销 而实际上有关工程只需要用到89个 总值达320万令吉的水箱而已 两人因为报大数 被控抵触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8条文 并可在第24条文下同读 如果罪名成立 他们可被判坐牢不超过两年 及罚款不少过涉贪数额的5倍或1万令吉 案件则定8月28号过堂 此案也将带回反贪污法院一同审理 冰城高庭今天预令再将冰州首长林冠英被控贪污 以及女商人彭丽君被控教唆一案 整年到11月24号过堂 以等待上诉庭判决 主控官洛迪告知法庭 不成上诉庭将在8月7号开庭审理两名被告 针对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62条文 是否违宪的上诉 因此林冠英的辩护律师雷尔 要求槟城高庭法官展言审理此案 等待上诉庭的判决 法官最终批准将案件展延至11月24号过堂 林冠英因为在2015年7月28号 以低于市价的280万令吉 向屋主彭丽君购买独立式洋房 而双双被控贪污及教唆罪 NTV7综合报道